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5月10号 大家现在看到我前面摆的这三颗苗子 就要知道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话题 是关于虚空式移灾的一些问题 首先一定要确定温度 一定要耐着性子 等着母亲节过了以后 到冲寒过了以后 一定要保证夜晚的温度在7度以上 我们再疫苗 听过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第一批育苗是2月21号 就前面这个大苗子 然后中间有3月15号育的苗 最后有3月21号育的小苗 大家看看那些小苗 现在已经都长成这么大的苗子 就是西红柿苗 它只要温度上去以后 很快的就长 你也确实不需要很着急的育苗 我们来看看它这个西红柿长度多高了 已经长到22英寸高了 大家看这个杆子多粗呀 你看这些西红柿呢 都已经长了花苞了 这一出去呢 很快的就会结果的 你看看我们这些苗呢 我们就要清理一下了 这个叶子和侧枝的修剪 我就跟大家示范两个 你像这个 我们先看它低速花在这这么高 我们一般的西红柿呢 我主要是留两个叉让它上去 在底下呢 我就要把它全剪掉 剪掉以后呢 从这个地方到上面呢 全部要用无底花盆种上去 这个地方都要埋土 这个叶子 这个品种不一样 这个你看长得非常的粗 这个早该剪了 像这个侧枝都消耗营养 我们这个都不要它了 这个早该剪了 这个要剪掉 这个也不要了 你看这个叶子 这个虽然挺高的 但是它你看搭了这么低 它就肯定就搭在土里了 这个要剪掉 大家不要担心 觉得哇一下剪的这么长 你看这多少了 2444050公分的 这些地方全埋在土里 固定根都会长出来 无底花盆以上呢 我让它封两只 两只往上走 单个的一只呢 有点单 我们就是留着自己盆 给大家示范一下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 把这些老枝 侧枝 老叶子都剪一下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西红柿 种出去了 种的过程中呢 遇到一些问题 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好了 我们现在就到外边去种地去 我们西红柿的间距呢 我们有20英寸 就是50厘米 如果您家里没有这么大的空间呢 西红柿的距离呢 完全可以种30厘米 我们把西红柿的布正 已经布置好了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要种西红柿 这是我们将要用到的五里花盆 这个宽度呢 是13.5 将近14英寸 我们看 深了 12英寸 我们就人为的增加 12英寸长的不定根 这个图 你看都是黑色的 底肥是绝对充足 大家看清楚了 其实这个西红柿呢 是在地面根都埋起来的 现在我们把套盘套上 大多数的植物呢 我都是采用这种五里花盆 它的优越性特别好 我有两期视频 那么西红柿 大家知道 它有这个生长不定根 你看它的茎上的都有小毛毛 那么这些小毛毛 接住土壤以后呢 它都会生出来根 西红柿 因为跟这个辣椒和茄子不一样 它有不定根生出来 所以呢 我选择的这个盆呢 我选择五家笼 我们当时这个西红柿呢 是种在地面上的 这个盆呢 有12英寸生 我们把1英寸埋在头里 上面呢 有11英寸 那么11英寸的这个根部呢 它这个西红柿的颈感 它接住到头 然后这11英寸这么高的这个颈感呢 全部会长出不定根 这样呢 西红柿以后会长得非常的壮 你看这个根多粗呀 你看这是它原有的根 我们从这个根上头呢 一直到它分叉的地方 把这叶子全剪掉了 那么这些地方呢 屋底花盆套上以后 土呢都会接住上 那么你看西红柿这个剪掉的叶片的这个窗面 以及这个上面这个小毛刺刺这个地方呢 它接住土以后呢 会长出很多的不定根 大家看它这个长度呢 是它的根的 本身根的1.5倍 那就说明它要增加1.5倍的 要增加1.5倍的这个根序 所以这个西红柿的产量增加一倍 是有科学根据的 种植的朋友们炼苗呢 这个词呢 已经不是很胜出 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就是这个室内育苗 那么在移栽之前呢 让这个幼苗呢 要逐渐接受阳光的照射 我们叫炼苗 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呢 早晚阳光不是很强的时候呢 拿出去晒太阳 逐渐呢 就是从早晨往中午移 让这个植物呢 对这个阳光的照射 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 直到这个完全可以在这个强光下生存 我这些西红柿呢 不存在亮苗 那我在小苗很小的时候呢 只要室外温度在6摄氏度以上 都在室外放着 除非它晚上的温度在4度以下呢 我会搬到温室 所以我这个苗不存在练苗的问题 下面呢我们来浇水 都是积攒的雨水 这个特别好 就是一苗以后的第一次浇水 叫定根水 这个水呢一定要浇透 浇透了以后呢 我们就不管它了 根据这个天气情况 大约一周到十天 再给它浇第二次水 就是看到这个叶片呢 有点卷 卷边再给它浇水 这样呢我们叫冬苗 让西红柿缺水 或者这个西红柿根往下扎 它去找水 这样的根系呢 根系就比较发达 你看现在我们就看出了 这个屋底花盆 特别省水 它这个水呢 就是顺着根下去 尤其你适肥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它不容易造出烂流 我们现在呢 把西红柿框子放上去 每颗西红柿我们都加了一个西红柿框子 这个高度是远远不够的 我种的这些西红柿呢 全部是无限生长型的 所以呢过段时间 我会给每颗西红柿呢 加一根六英尺长的竹竿 现在呢让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呢是移栽的温度 一定要等到最后一个霜冬日过了以后 到冲寒过了以后 要确保夜晚的温度在七度以上 再将西红柿苗移栽到地里 移栽前呢 我们要做必要的修剪 将底部的叶子 以及侧枝 全部清理掉 我们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这些幼苗在移栽前呢 一定要经过炼苗 所谓的炼苗呢 就是将幼苗放置在室外 逐渐增加光照的时间 以及强度 最终呢使得幼苗能够适应强烈的日光照射 第四点呢就是移栽前 一定要十足底肥 充足的底肥是西红柿高产的前提 今天我的西红柿种植的间距呢 是50厘米 如果大家的种植面积非常有限 那么它的株距呢 要保持在30厘米以上 西红柿移栽注意事项的第六点呢 就是冬苗 所谓的冬苗呢 就是移栽后 第一次丁根水浇透了以后呢 第二次浇水 要等到西红柿出现缺水的状态的时候呢 再给它浇水 这样西红柿在缺水的情况下呢 就迫使它的根系向深部延伸 去找水 这样呢西红柿的根系才能够发达 也是确保高产的前提 最后一点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重点 就是五底花盆 在西红柿种植过程中的特殊用途 我们知道五底花盆呢 可以预防水肥的流失 但是在西红柿种植过程中呢 它可以增加西红柿的不定根 极大程度的增加了西红柿的根系 这也是为什么使用五底花盆 可以使西红柿的产量增加两到三倍 今天有关于西红柿的移栽呢 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 西红柿的移栽以及种植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等到西红柿采收的时候呢 再与大家见面